來看國立中現代哈山寶公 已經成功開發出一種有很小感覺的麵包 面這大小可以來控制 也能夠自然發展 如果使用在雞腳雞手上頭 被人心想的麵包 這麼小就燒到冷卻就有感覺 這個研究成果也供在各自燈的期間 自然通信上頭 電腦機器空間裡面用手夢感到小球 先讓傳傳來到真實的世界 偶像的觸及麵包會對著純球碰到 頭過手一摸一摸 就能感受到感受的軟距度 國立中現代哈山寶公 可以隨意變形的觸及麵包 最多的突破就在這項平白的技術 如果我是做滑動 滑動的動作的話 這個我手過去的時候 經過這個線路 那它也會造成不必要的訊號產生 那如果沒有做屏蔽這個功能的話 它會有互相干擾的問題 機器人營用環圍很多 所以它可以藉由觸摸的時候產生電力 那我們未來可能可以跟這個神經做一個結合 讓這個抑制的皮膚重獲這個觸覺的能力 而且是不在不需要電池的狀況下面實現 賴茵芝表示 未來可以應用在這個二機的皮膚 提供這機的環節精細的觸覺 也有地靈的資料 萬物到合同民邦 等各種的靈機概念 甚至可以為盡量蓋大面積的皮膚 演化成果 在這二位已經頂上很多機閃 自人通信 記者台中報道 好看的